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北防护林工程 计划完过壁沙漠的边界 种植1000亿棵树 冬起黑龙江 西至新疆 北底中国边界线 南沿天津 焚河等地 到现在已经种植了超过660亿棵树 形成一条长大约4500公里的绿色长城 横观13个省 市自治区 工程累积造林面积接近3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300个香港 三北防护林工程 在2003年获得建历市世界纪录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 虽然绿色长城计划的成效 在初期曾经受到质疑 不过中国人用不屈不挠的精神 将万里黄沙变成翠树森林 写下改变生态的新片像